通識科的課程 不要把通識科的課程拉在一起說 我就說回通識科的課 只是兩件事 多記都不說了 都是今年九月之後所先發生的事 通識科自開科以來 是教育局自己說不需要審查教科書 是的 對於很多其他不同的科目來說 這是通識科的特別之處 為什麼呢? 當制定課程的時候 當我們教授 定這個通識科成為四大必修科之一的時候 我們透過專業的討論 我們透過學界的資訊 我們得到的結果就是說 通識科我們當中牽涉到很多不同的觀點 正正就是希望我們學生 從不同的觀點去建立自己 對於社會事物的看法 是讓學生要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獨立思考這四個字 現在政府是一個秘技 有一個技衛 我們在政府所有文件 完全見不到獨立思考 從而反映他們根本自己都沒有獨立思考 於是 但是今年 開學之後 政府就用一個 暗度塵倉的方法 它不是正式說要審書 不過呢 就要有一個委員會 教科書的出版者可以自動送給它去檢查 現在呢 基本上大部分的出版社都願意所謂去送檢查 在這裏我呼籲大家 接下來 當然有些所謂已經送給 教育局審查的教科書 但是我希望 我們通識科的老師 尤其是如果是科主任 你可以說服你們的學校 我選擇教材 選擇教科書的時候 我有我的專業判斷 事實上 不要坦白說 如果我們做不到一個專業的判斷的話 我們的教科書 我們的教材 楊光透明日 我們的學生 我們的家長 如果真的有什麼問題的話 他們一定可以提出到 所以 不需要跟政府那個說法 我們有我們的專業判斷 第一樣 第二樣 開學之後 政府做了一個很特別的安排 教育局 它要求 通識科 課程發展主任 全部成為督博 未來將會落到學校那裏 去視察 通識科的課程發展 這個在其他的科目上面 是未發生過的 其他的科目 課程發展有課程發展的官員 督博 試學 有另外一批的官員 背後的理念就是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專業 但是 為什麼現在教育局要將 通識科的特別的處理 要將課程發展主任 做了督博 去看學校裏面的課程發展 是不是正正就是想加強 對於 通識科課程在學校裏面的 實施的一個監控呢 這裏 我們見到 可能不會開始 所以我們在學校裏面 更加要加緊去關顧 如果 我們收到 真係教育局有這樣的安排的話 第一 不要單打獨特 我們聯繫回相關的不同的學校 甚至 告訴我們教育局知道 讓我們知道如何應對 甚至 大家團結起來 一起去回應這些錯誤 只要我們老師能夠做好 我們的教師之業的話 我們就無懼政府的打壓 但當然同時 如果當我們聽到 政府好像 這一排 局長不斷地向他們施壓 他就說 法理上 他有這些權力 我沒有說錯 但是 問題就是 你怎樣實行你的權力 以前我們見到 有些校長 甚至 財政混亂 迫死教師 都好 教育局有沒有釘他們牌 有沒有去做任何的程序 是一丁點都沒有 現在 我們老師只是 批評和時事 表達一下自己的想法 甚至只不過是 和我們自己的朋友交流 我們的學生 都可能看不到我們這些post 都要被教育局出信去威嚇 那這些還不是白色恐怖 所以 我們 一定要抗拒政府的白色恐怖 堅守教師專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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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懼分析恐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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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